展望港股后市,中国宣布将前海的合作区面积扩大7倍,是为香港和深圳之间可能更紧密的科技和商业合作铺路,这方面将会对香港的未来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,连同澳门环琴发展规划,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,显示了越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加速推进。 我们预计港股今天会维持偏稳,恒指的初步阻力是26500点,港股通星期一是恢复淨流入21亿港元,其中腾讯和药明生物分别是淨流入9.4亿和4.2亿,另外前海的扩张计划将会有利于深港金融市场的融合,以及加速人民币国际化,中银香港,有帮保险和港交所等的金融企业将会受惠, 另外,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,也都是利好中信证券、华泰等的券商股,资金也会可能流入国售等落后的内地保险股。 今天的个股推介是中远国际354,华泰上星期公布,在6月发布的鸿蒙2.0操作系统,的升级用户量已经是超过7000万,并且是将今年的年底目标升级用户量,由之前的3亿提升到4亿。 鸿蒙用户扩大是利好最大的软件合作商之一中远国际,公司在2018年开始已经是合作建设鸿蒙系统,并且是提供了中间件开发,智能硬件、软硬件模组和物联网软件开发等的服务。 9月初以来,公司的主席是以平均价13.3,合共增持了160万股,持股是增加到13.1%,反映它对公司的前景是充满信心。 我们建议回调级,目标价16.5,指示价12元,谢谢。 上述海基分析员为证监会持牌人士,提出海基证券亚洲有限公司从事相关受规估活动, 其及或其有联系人士并没有拥有上述有关建议股份,发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请人之财务权益。